第三項就是有關李克強的報告 你請我們的主席劉家雄先 其實之前上星期都有不少記者朋友打電話給我 會不會有所行動呢 答案是會的 第一點就是關於 亦有記者朋友問過 究竟我們立法會議員會不會參加和李克強的飯局 很簡單是不會 第一就是陳偉業議員不會在香港 第二就是這個飯局 基本上是一個並不尊重立法會議員的飯局 亦都不能夠表達任何聲音的這些飯局 所以我們是不會參與這些所謂公式性無必要的飯局 第二就是我們會有示威活動 由於李克強訪港最重要的其中一個活動 就是會為新的政府總部開幕 所以到時我們會召集我們的群眾支持者 到時會有一個示威運動 其中有幾個很重要的訴求 為什麼我們要去示威運動呢 就是因為我們作為一個本土民族運動的代表 人民力量 而李克強是非常有可能成為下一屆的中共領導人 我們要求他們交代幾樣東西 第一就是要交代溫州這個高鐵意外事件的真相 要給受難者、家屬各方面 甚至中國廣大市民 甚至香港市民的一個真相 第二就是很簡單 我們要他釋放在中國裏面的所有維權人士 第三就是關於本地的要求 就是要香港 要求李克強被香港進發實現雙普選 所以到時我們就會為新政府總部開幕的時候 要求我們支持者進行一個龐大的示威運動 至於我們一直以來有創意性的示威運動 包括放飛機或者其他的手鏈 我們都會考慮的 再想 到時可能會給大家驚喜 關於這個議題有什麼問題 警方那邊有沒有已經不停聯絡你們 還有你們有沒有預計到時會有多少人參加 我們暫時還在籌備工作 警方不停都跟我們聯絡 總之我們就算之前沒有 我現在這樣說了 電話會飛過來 我們是會跟他們聯絡 到時的人數就是 我們在安法之後召集了人數之後 會再跟他們交代 到埔的時候會不會有些酒店 現在還沒談 主要就是在天馬南政府總部 他揭幕禮的時候 那是一個最重要的場合 當然他在下塔的酒店 或者到埔的時候 當然也會有人招呼他 我們自己內部就會談一下 先後次序最輕重的問題 因為我們的主席和陳偉業議員 今晚就會去澳洲紐西蘭訪問 所以他們兩個就不會在香港的 所以剩下來就要靠我們在恩新港 和茉業成 兩位副主席去主持大局 我們一定會有相應的行動